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意对信徒孩子他们的灵命更来关注 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是要讲如何为孩子们来祷告 更有果效地为孩子来祈求 我们谈过当我们养育孩子要成为爱主的第二代 很重要的是要付代价 我们用五个英文字母P-R-I-C-E 那个P字就是祷告 祷告是不是要来学习 用公式化的来学习祷告 我自己写了不少祷告的书 也特别有几本是为孩子来祷告 可是这一些祷告不是来我们就按着读 我今天盼望做尤其是做父母亲的 我们都会说我已经为我的孩子祷告 我也会祷告 但是是否除了我们用父母亲的身份来祷告 我们用不同的角度能够更仔细地 能够完整地或者是更有果效地为孩子来祷告 第一在今天我们就要谈的是 那我们如何在祷告上成为孩子的求问者 什么叫求问者 那就是来向神来求智慧 不但是为自己我们的 而且是为孩子来求智慧 圣经在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 那里讲到这个参生的父母亲 他们祈求神然后说 主啊求祢在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怎样对待要生的孩子 是的 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要为孩子们如何养育 他们要想更多来了解明白学习 参生的父母也是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个目的 他们祷告来询问 怎样教导孩子 要按着神的心意 成为他一个神能够使用的人 亲爱的朋友 的确孩子爱主是我们最高的目的 圣经里面也这样说 真言二十二章第六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这个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而是我们来学习 然后如何用神的智慧来求 神在我孩子上面有他独特的心意 我愿意按着神的旨意 有神的智慧 而不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期望 我自己过去的经历 或者是别人讲的 或者是我在电视 我在书本上所学的 养育孩子爱主 不是除了学习这一些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向神来求智慧 我们也不愿意重复上一代 所谓的错误 中国人讲到因才施教 我们就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在这个孩子 神的心意 在我的这个独特的孩子身上 要他有什么心意 我愿意谦卑地主啊 你天天来教导我 我也为孩子求智慧 好使他敬畏神 因为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继续地来学习 如何更有效地 为我们的子女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